本人印邀類似報告深感榮幸 台湾威權體制歷經解緣 解除暴禁、黨禁、總統直接迷選 七次修憲、三次政黨輪替 以及多元的政治、經濟與社會轉型以後 已經進入民族鞏固時期 政治制度與文化建區成熟 以下請就本院立場向各位委員提出報告如下 第一,在行政院如果要成立轉型促進委員會 促進轉型委員會 不符憲法徵修條文第三條第三項的意志 依憲法徵修條文第三條第三項的規定 國家機關的職權設立程序及總言額 何蠻理修條文第二條第一直在行政院 不符憲法徵修他永遠、許多元 通過文 increase我們